来 喂 林峰 有个法国客户 你三点钟接一下 我这儿有事走不开 你怎么不让张华去啊 你干吗 你吓我一跳 你干吗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考虑问题啊 考虑问题需要打呼吗 你听见了 废话 送我去机场 我是你妈的助理 不是你的助理 话挺多 我妈让你去的 一会儿去机场帮我接个人 我一会儿要去接孙总 一会儿要去接孙总 一有点之前就完事了 不行啊 现在已经三点我赶不回来 那你赶紧去啊 好 我接谁啊 法国人亨利 写牌子上啊 那个 有三个行站楼 我去哪个行站楼啊 三号 你打台球啊 滚 滚 我去哪儿 你打开 你打开 好 经常在这儿看到你 我叫苏珊 要不要来打一局 行 Henry先生 这里就是我们孟君一恩 主宝公司的董事长孙晓岸女士 Henry先生 本主 本主 请 请 Henry先生 非常地感谢你 对我们孟君元的肯定和青睐 我们也非常地欣赏你们的公司 希望我们下面的合作能够顺利 请 请 陈飞 原浅 进来 进来 怎么开这个车来了 对不起 今天没来机会 对不起 谢谢 她想一下 再 bath 这堆钥匙怎么回事 这是前两天皮特给您买的 知道了 夏聪啊 以后来接我还是开我的车吧 这个车我不习惯 我记住了 你知道吗 我设计那维纳斯 马上就要出场销售了 这功劳全是你的了 那人家梧桐帮你改的 我知道这事我能不记着吗 班长 只要这产品畅销 我这个记得红包绝对值得期待 期待个毛啊 万一不畅销呢 你怎么就这么不压嘴啊 能呸呸呸呸吗 我问你呢能呸呸呸吗 必须得畅销 必须还得 你以为市场是你孙子啊 这么听你话 市场是你大爷 听你的行不行 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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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梧桐 那个张华跟你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呀 怎么看他老跟你过不去呀 我们俩先坐坐坐 不是 你给我们脱个底吧 你带着公司到什么地方 我没什么背景啊 不是 要是怎么着 张华的东西还是怎么着啊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表现 你信吗 你信啊 你信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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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亲的啊 妈妈可亲可亲了啊 忍着啊 没事 没事 没事没事啊 没事 乖 真勇敢 好了 完全好了 这幸亏是好了 这要留个疤 我跟那罗小聪没完 你看 行行 得饶人助妾饶人 做人不必太过刻薄 我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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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家里家外的忙活 你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 我不是出差了吗 出差 旅游吧 打着出差的幌子 旅游 我们拿管子了那么多呀 反正又不自己花钱 南极人总是自己花钱买的吧 那是 干吗送给罗小聪 干吗送给他 他把唐唐能摔成这样了 也不说过来看看 你还到八街上路 南极人不是买给弟弟穿的吗 你少来这一套啊 你那点心思 我还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你呀 看问题主抓细节 不顾全局 罗小聪多实在的人哪 早早做好啊 有点打电 拜拜 姐 我在外边刚吃完饭 挺好的 你挺好 我可不好啊 怎么了 那个公司 那广告主管啊 牛哄哄的 我话还没说完 那他就给我拒绝了 我早就说过不行吧 那个 你们公司 谁主管广告这一块 帮我联系一下呗 我们公司 嗯 嗯 这样姐 我明天给你问问好不好 别忘了啊 抓紧时间 嗯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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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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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死 你怎么 吓死我 你 吓死我 就是吧 如果我以后不小心犯错 你要原谅我 胡说八道 你怎么会犯错呢 吃人都会犯错啊 你又不是 你是一颗葱 葱怎么会犯错呢 那万一葱要一不小心犯错了 你答应我一定要原谅我 我全都要原谅 真的 当然 等会儿 干嘛 你手机在我这儿呢 干嘛 我刚刚讲的话就说一遍 哎 你不是人 你是葱 干嘛 不是这句 我也好好讲一遍 不要 不要错 将来无论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我都不会原谅你 我都会原谅你的 除了原则性问题 我们公司谁管广告 张总 张总 怎么上次给您的明天没管用 没搞定啊 没搞定 挺好 谢谢 没事 哎 哎 哎 内部最新消息啊 修管和我的维纳斯销量大幅提升 什么时候下手机通知 今天下班之前 哎呦 那太不错了呀 好 这次设计部表现得不错 解决了我们的产品质销问题 又打开了市场的新前景 不错 谢谢孙董夸奖 我以后会加倍努力 好好的表扬一下设计部的人 这次的设计是无同虚改的 但这是高晓龙的作品啊 那就多鼓励一下吧 好 我给他们发奖金 孙董 设计部还少一个组长 您看 你们内部定吧 哎 孙董 高晓龙挺好的 挺有上级劲的 而且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他试试啊 高晓龙的能力不如无同 无同挺好的 就是有点 不爱说话也不爱合群 高晓龙呢 人际关系广 而且 我看 无同的春季新产品设计的 不错 就他吧 好 好 好 孙风儿 我怎么觉得张华 好像对无同有些什么看法呀 张华这个人气量小 容不得有才能的人 我不喜欢他 要是那样的话 你得看好无同 不能让他平白无故地受到打压 说老实话 我还是挺欣赏他的设计的 妈 咱娘俩想一块去了 我也很喜欢无同的设计 他的设计很鲜活 我们公司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咱俩的感觉一样 行 就这么定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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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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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达达达达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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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达达 输输 你干吗呢 你怎么了 我再收拾一下衣服 你今天见着我怎么不理我呀 你今天去那儿干吗去啊 去哪儿干他妈呀 去孙小雅公司啊 孙小雅是谁呀 孙小雅是谁你不知道 孙小雅皮特他妈呀 皮特是谁呀 我是谁呀 你说我老婆呀 不要考我了 那你不知道皮特是谁 那你呢 你话要讲清楚吗 你说那个皮特 原来就是皮特 皮特怎么了 皮特没怎么了 那孙小雅他妈怎么了 孙小雅他妈 孙小雅他妈 我不认识啊 那 那你不认识他 你 你要怎样 我们要怎样 对呀 那你要说什么呀 我是说孙小雅他妈 开了个公司 孙小雅他妈开公司 那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跟我没关系啊 对嘛 那你干嘛要去的 人家开的公司呢 不是 我是去开车 对呀 你看 你是开车的 孙小雅她的妈是开公司的 她无论是开多少家公司 就是十家 一百家 一万家 一千家 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你就是可以开车的 她是她 你是你 不要把你们俩搅到一起 你想多了 你知道吧 你呀 新的工作 新的环境 新的压力 你紧张大了 所以呢 你需要休息 你累了 你知道吗 我不累啊 你累了 我 咱们这么说 前天早 昨天晚上 我跟你说过话 我跟你说什么呢 你还能记得吗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话 我当然跟你说过话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 你看你记不得了 不是 我不知道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什么 你对呀 你记不得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过什么 你怎么能记得 今天我们见过面呢 你干吗呀 对 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你今天跟我见面 你怎么不理我呀 就是这个 你今天见面 为什么不理我 陆老聪 我怎么可能见你面 我不理你 你是我老婆 我怎么可能见面 我不理你 可是我喊你 你没有理我呀 可是我喊你 你没有理我呀 我怎么可能不理你呀 你觉得 你什么意思 你在怀疑我是吗 我不是 你是怀疑我吃晚饭 我根本就没有上班是吗 你怀疑我这个工作是假的吗 我告诉你 我在跟林峰在一起工作 你知道吗 你跟林峰在一起工作 所以我今天喊你 你没理我 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没有想瞒你的意思 我也没有想到 我上班第一天我就听说 林峰这个皮特 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我当时想我 他把你七分之内 如果说我我手上 当时还有咱们家的毛的话 我一毛我就疼死了 我不是想瞒你是 陈 老陈 陈安给我打一电话 他说你有病啊 你们两口子 小松现在失业 你再把这个公司给搞砸了 你们俩吃什么 喝西北风 他说忍自当头一把猫着 老子就忍了 我也没有让我跟妳插谎 对不起 dock 咪 我要和你见面 聊聊梧桐的事 说吧 我时间宝贵 谢谢 客气 小松 你怎么还这样 我五十年以后也还这样 说梧桐吧 别说我了 小松 你知道梧桐现在在哪家公司上班吗 我才不会告诉你 那你知道梧桐现在的老板是谁吗 她现在的老板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 只要她老板按月给她付工资 那我告诉你啊 她真正的老板是顾长健 顾长健是谁啊 我知道了 顾妹妹她爸 张婉 你以后讲话讲重点 不要绕来绕去的 我实际很宝贵 那我要告诉你 顾长健是我的老板 我现在是梧桐的老板 你看 我就知道她肯定不会告诉你 而且梧桐更不会告诉你 我在工作当中是如何帮助她 我如何提拔她做小组长的 你要是敢欺负梧桐 我收拾你 你再说一遍 你要敢欺负梧桐我收拾你 小组 小组 我记得当时在大学的时候 在篮球价底下你跟我说的就是这些话 你知道当时我一下我就喜欢上你了吗 大哥 我要没记错的话 当时我一句话都没说 组你知道吗 我现在一个人的时候经常就想起咱们那四年 如珍珠般宝贵的时光 她就在我眼前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我求你 你得接我的电话 你得回我的短信 因为我忘不了你 你看你现在的态度说明你还恨我 有恨就有爱 你还爱着我对了 你根本就忘不了我 买单 快 队长 小琪呢 是不是肚子疼请教了 天天肚子 你这是 弄什么呢 修改啊 上次书页不是被否了吗 我再重新做一个送上去 戏啊 你这想得不错呀 是吗 你拿个椅子坐过来 没事 我坐这就行 你坐我设计稿上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说师傅 没有 没有 这 这 行啊 张华 你敢去见罗老聪啊 你怎么知道呢 我发誓 我发誓 我发屁事 我去见 让你去见试 罗老聪请我去的 我要说谎 我天哪五雷哄 他是你什么人啊 他让你去你就去啊 他是你妈呀还是你爸呀 你说 是不是想脚踏两只穿 老门你听我解释 罗老聪现在给人 孙董当助理 孙董多大的势力 我惹得起吗 罗老聪回头 在他那面前扎个枝 我受得了吗 那姓孙的酸个屁啊 公司都是我们家的 公司都是我们家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 你知道你还去 就让他气死我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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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张华他嫉妒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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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忘了他发的事了 他忘了他发的事了 我没忘了 我没忘了 你都记着呢 别 别好了 大晚上呢 你再说爸爸妈妈 现在也听不见啊 他们在国外 给咱们俩生小弟弟呢 你妈 你弟 是是 我弟 我弟 弟个屁啊 弟 弟个屁 新章呢 我跟你说 从现在开始 这个家只能提你我跟我爸 不准提那个女人 是是是 咱祝福他们生个小妹妹 妹妹都生不出来 生个屁 生个屁 屁都生不出来 老公 老公 我知道 我发誓 以后绝对 卢小聪我们俩 再也见不着了 真的 他就是哭着 喊着跪着地球 我都不让他看见我 什么老孙孙懂的 我都都都不怕 知道 他产业咱们家呢 你 老公 以后你就跟打扮 多支持我一下 别让他们老欺负我 我也为难 我把你打疼了吧 没事 扛打了 不行 我容忍腿了 我以后我 全部心思就放在 怎么照顾家庭 多赚钱 让咱们家 付上家父 好不好 你倒不咱们去 你倒不咱都在 你倒不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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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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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 你别闹 我跟你说个事 我跟你说个事好不好 等一会儿好不好 我跟你说个事 你干嘛好舒服 我问你 你在公司工作得开心了 很开心 好 所有人对你都很好吗 好 所有人吗 所有人 真的 真的 你包括张黄 包括 谁 你听到了 哪个呀 你为什么瞒我呢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早上上班 睡觉 你睡什么 张华今天找我了 他找你干什么 你不知道睡觉吗 他找你干嘛 挑衅 挑衅什么 显摆 显摆什么 我现在的老公在他手下干活 怎么样啊 他得意呗 他得意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瞒我 你傻呀 你觉得 你老公在 你 在你前男爷我手底下干活 这事是一件 特别容易说得出口 的事吗 就算是我说出口了 你觉得你听着舒坦吗 你 你要跟我讲啊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你把苦分一半 我帮你承担一半 你承担 那么两个人都苦吗 再说我也没觉得苦啊 怎么可能呢 我太了解他那个人 他肯定欺负你了 他欺负我什么呀 他是一个蚂蚁都要欺负的人 我又不是蚂蚁 我是他的下级 而且是很下眼下的下级 你觉得 他 能踩着一个很下眼下的下级 往上爬吗 他就是这样的人 指鹿为马 指黑为白 好 就算是他很厉害 他能欺负到我 那他为什么 最后你 你嫁给我了呢 还是因为我比他还优秀啊 他是邪外的 我是正的 你不要言了 我明天辞职好不好 我不想你受委屈 我辞什么职啊 我干得挺好的 我没有受委屈 他现在不敢欺负我 因为我现在是我们 整个设计部的中间力量 没有我他们根本 就不行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啊 这跟赵花说的不一样啊 是这样的吗 咱这么分析啊 那他干嘛今天 这么嘚瑟地跟我说这些话 他当然嘚瑟 他高兴了你傻呀 他肯定高兴了 他白得了这么一元干将 他当然高兴了 你理解错了 你知道吗 他跟你显摆 他显摆是 你看 我有一个很好的下级 而不是你看 你老公是我下级 他不是这个逻辑 你明白了吗 对 他的逻辑在这儿呢 是吗 当然啊 他特别高兴 差点上他当 对啊 你想他跟你显摆 你是能给他发微博 你说你还是能能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对不对 他是想就是 这个张华 这个狗屎 他太坏了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 他是希望我今天 回来跟你讲这番话 心疼你 然后让你辞职 这样他就很得意了 是不是 太好 太阴了 也会 老公你好厉害 只有你能冲破敌人的轨迹 我差点上当 你这个逻辑是怎么得来的 就是你刚刚说的 好 我睡了困死了 以后就答应我一件事情啊 你说 你 你那个 那个以后你不要瞒我好不好 我 不就这一次吗 不是 还有你想 你跟皮特在一起 现在你皮特 张华 你都在一起 这事你就是瞒我的 除了这两件事 我骗过你吗 我瞒过你吗 好像还有纳洋的事情吧 我好想你啊 你 你 你 吃早饭了吗 吃了 来来 这边 那个 小葱会做早饭吗 小葱来找过我了啊 哦 他主要是担心你在公司的情况 不过我跟他说 比我再没问题 不过我好像听说 是你找的他啊 他找我也好 我找他也好 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 武童我告诉你啊 其实公司呢就是一小社会 复杂 光有能力没考证不行 您说得对 那我向您汇报一下吧 您知道这个问题 我是怎么考虑的吗 我就现在想啊 我尿急 你前任男友 还有他岳父 还有臭屁 臭屁他妈 还有你现任老公 全在一个公司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说得没错 我觉得再狗血的编剧 都编不出这么狗血的剧情 但是这样的剧情 居然发生在一个叫 罗小聪的主人公的身上 笑啥笑啥笑啥 这多热闹啊 这个 这家这家 还有呢 这家公司的人事主管 您好 欢迎光临 您好 叫姜黛 姜黛 姜黛 哪个姜黛 咱小学同班同学 姜黛 是不是那个说自己家住城堡 他妈是山口百会那个 那你还记得呀 我记他呀 我当时真信了 他现在还像小时候那么二啊 一点没变 一丁点都没变 那你别跟他说 咱俩还有联系啊 我可不想见他 但我觉得他好像现在 脑子好像有点问题 你是给自己买 还是给陈昂买啊 忘了忘了 看看男装 麻烦帮我介绍一下 好的 那个有没有不太厚 但是保暖性有好的 您看的这几款都可以 比较薄舒适 南京人的 中国内衣第一品牌 成眠的 嗯 怎么样 这不是内衣啊 这是爱啊 走了 嫉妒啊 听你这么一说吧 给我感觉张华这孙子 真没俺好心 你说表面跟我说得多好 背底的还找人家错了 这什么人啊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你说是不是 这事 挑拨离间 我同你真得小心点 不小心他的吗 我不是傻子 我也不会上他的 真是 反正我觉得吧 你这工作环境 就是挺复杂的 复杂他的 他可能以为 这个公司没有他 就赚不了了啊 他复杂他的 我话缓为简 你说呢 好 好 你跟老许怎么样 我们俩 俩 俩反正就是 挺好 反正不出意外 年纪领事呗 真大 牛 来了 来 来来来 这儿这儿这儿 我买那么多东西啊 收获多啊今天 你也买了 都是我的 你媳妇都咸慌呀 给你省钱 你一件没舍得给自己买 要吗 要衣服一份买就买啊 你去买啊 许杰要有好事 什么好事 怎么了 有什么商机啊 他就行吧 不不不不 给你买点松买 外面天凉 给你顾半天了都 真有孝心 你要喝 我不喝 行行行行 干嘛 干嘛啊 干嘛那么大饭啊 真是 你记得你也给小葱买一瓶 别玩了 我又不买飞机 刷这个算 最近气色挺好啊 日子过得有点滋热啊 还照顾他 喝什么 吃病 林总 赖总从广州飞过来了 住在昆春饭店 给您今天下午三点半见面 这个是谈话内容 你们人事部是干什么吃的 我要的助理呢 已经找了 但是没有合适的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把它放到五八同城上了 那儿招人特别快 那个吴从就是从那儿招的 您不是还挺满意的吗 当然了 找您的助理 肯定得各方面都特别优秀的 您放心 我一定给您挑个特别好的 一定让您满意 我要结果 是 你怎么在这儿 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您 打会儿去 好啊 来 林总 我先要给您打电话 您手机开着啊林总 林总 我给您打电话 先要给您讲啊 这自打我干了这行以后 我就发现 这中国有钱的人太多了 看上去特别普通一人 穿着也是其貌不扬的 我告诉我 来架飞机 我的天啊 好像他们家那钱就给我们家那卫生纸 别看我 我们俩买不起 买的习惯也不找他买 你这怎么还要不吃饭啊 干嘛啊你 快快快 你什么呀你 你给我 怎么拿我手机啊你 我看看怎么了我 给我 干嘛拿我手机啊 我看看怎么了 你是不是这是我隐私啊 不是 你说什么什么隐私 你都给我女朋友了 你还有什么隐私 那你也不能看我手机 我看你手机怎么了 你干嘛 你非要在这儿跟我说吗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那个上面写那亲爱的谁 我一个朋友 怎么了 跟朋友不能说吗 我跟谁都怎么说 这饭没法吃 不怕是你就先走吧 太吃不吃了 不能怪你这毛病 看我手机 受没受我帮我的教育 陈安你不该看许觉的手机 我怎么不该看手机 你没事你看他手机干嘛呀 我看手机怎么了 就是 什么叫怎么了 我看过你手机吗 我看你手机怎么了 我说不行 你听不见啊 我说不行 我说不行 什么怎么了 你知道我隐私 没错啊 那怎么没错啊 那咱俩是一家子 一家子你也不能随便 看人家手机啊 什么钱啊 不能随便看人家手机 你也看出来挺有道理的 这绝没同意让他看 那为什么老许不愿意 让他看 肯定有问题 那好好地让他看手机干嘛 自己家人 你怎么就不能看手机 我就没有问题 你死死你 俩人结婚了你马上去 什么 谁要 谁 谁要结婚啊 陈安说你们俩年纪就要结婚了 陈安你别当着别人面吹牛啊 谁要给你结婚啊 谁吹牛了 要不你甭嫁给我啊 我放心吧 我甭嫁给你的 看手机没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看呢 我乐意 怎么能一家人 人家里有人家过的方式 我们有我们的方式 怎么了 姐 我认为陈安没有问题 你陈安说什么 说你那就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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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说那边什么 吃什么呀 这饭还怎么吃啊 陈安你 别说陈安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 许杰 你别人来着我拿 我自己的东西 许杰 咱俩怎么走走走 嗯 嗯 stay here 请不要远走 爱的痛苦和温柔 stay here 没有什么理由 爱很汹涌难再留 stay in Joe 坠落人间为爱奔走 stay in Joe 雨水淋湿了衣袖 cry in Joe 我们曾在一起 天天守候 时间若飞 四季轮回心开碎 浪风吹枯了花蕊 负谁已难再收回 哭泣爱情啊 在女途里 一寂寞成灰 爱的书全少于路 爱的孩子已陷入迷途 挽留 好想挽留 秋秋上天 让你醒悟 爱没有尽头 心怎么停 太多委屈在胸口 快饮着 我们曾在一起 分开守候 时间若飞 四季轮回心排碎 冷风吹枯了花蕊 浮水已难再收回 哭泣爱情啊 在你脱离 你寂寞成灰 爱的誓言已摧毁 爱的伤魂痛成心扉 冬巴白浪 再见祝福 分开寂寞的伤悲 爱的伤魅痛成心扉 爱的伤魂痛成心扉 爱的伤魂痛成心扉 在你脱离 因寂寂寞成灰 爱的誓言已摧毁 爱的伤魂痛成心扉 等白白了 再见祝福 就要分开寂寞的伤悲 全力帮助 爱的伤魂痛成心扉 爱的伤魂痛成心扉 爱的孩子已陷入 迷途遮队 万流 好笑万流 秋生天 伴你心扉 让你心扉 醉生天 和你心扉 或是ann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